传令 跟我回去 继续冲杀 为令者斩 公奴朝 放剑 黄中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 很快就被密集的剑已射下了马 向前去 向前如何 老头六岁出剑 百步传扬 从来都是我射人 岂有人射火 黄中即便身中数剑 也依然坚持上马 只为让敌人亲眼看见自己受伤 让他们无法放弃这个唾手可得的人头 没想到大军刚刚冲进山谷 两侧就出现了大量伏兵 石头木块往下一砸 乌军顺时阵行大乱 退路又已经被毒死 天网我野 天网我野 黄中不惜身中数剑 因我们上钩 我们摆在这位老将手里也不冤枉 来吧 周采韩党 快快出尾 生死攸关之际 老将城府突然赶来支援 帮他们杀出了一条血路 周采韩党 赶紧撤退 在城府的舍命掩护下 韩党率领一万残兵侥幸突围 狼狈逃回江东 经此一战 东吴主力几乎损失殆尽 而大获全胜的刘备 也将永远失去一名战功卓著的勇将 黄中老将军已经年过七旬 却伸中八指利剑 即便是再好的医生 也已经无力回天 可即便到了弥流之际 黄中最惦记的 依然是这场伏击有没有成功 黄中这辈子就打过两场败仗 以此是今天 以此就是在长沙中了关羽的拖刀计 黄中一直对关羽说自己是老族这事耿耿于怀 这次豁出姓名立了大功 不但生前心愿已了 九泉之下也要找云长说道说道 这要问问啊 陛下封我为五户上将 知不知 对不对 你服不服啊 哈哈哈哈 黄中一去 五虎上将就只剩下赵云和马超了 而这三笔血债 要都和孙权有关系 这让刘备更加怒火中烧 真发誓 要杀尽建议 决孙氏 三代走分 传三军听令 攻打伊陵 对 就在伊陵之战正式拉开帷幕的时候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也即将迎来属于他的时代